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我最近真的太少打天降了 導致說我的這個軍團貢獻是軍團吊車尾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軍團貢獻才630而已 唉唷!出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來打這個天降了 也順便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常常天降第一名的爸爸超人 到底是怎麼打的 首先就是我的變身的部分的話 我都會變這個喬蕊 變這個喬蕊,因為他的歲眼等級加1 那武器的話就是拿這個加11 鬼頭大刀,因為這個是我最好的一把武器了 好,那就是不停的練金化器不停的 不停的練金化器不停的放歲眼 這樣子就可以第一名的 那現在自動設定的部分的話其實都算蠻順暢的 所以其實沒有必要自己特別用手去按 真的是太忙了 就是現在的那個軍團的任務啊 我的那個鬼頭 跟這個那個惡鬼是正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就是常常忘記跑去會計解 還要跑去會計解 因為會計實在是太偏遠的 常常不會經過那邊就沒解了 欸,啊怎麼那麼少人在打 感覺不多人在打呢 應該是我們開這個天降太準時的關係吧 所以就沒有很多人在打 因為大家都會習慣遲到一兩分鐘 所以待會應該會陸續過來 啊,我放錯了,我不應該放橡兵的齁 一般來講的話我打天降我絕對會放這個神功旗 我不會放橡兵 因為橡兵的攻擊力真的比較低了一點 它是防禦型的,它不是輸出型的 我現在的那個AI真的非常好 欸,7.84%的一個輸出 好,來看一下第幾名齁 哎呀,沒有名啊,沒有名啊 天啊天啊,要認真了 沒有名 沒有名,快點打快點打 哎呀,沒有名耶 我要換一下我的小兵 神功旗才有勝算 哎呀,竟然沒有名 我之前真的幾乎都是第一第二名齁 可能是太久沒有打的關係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熟練 那再來就是介面的部分其實也有調整嘛 像原本的話我們右下角是只有四個技能 那現在的話一次有十個技能 好,那我的手指頭比較粗一點 這個小小一格也不好點 也不好點 應該說我也不知道要點什麼 因為怒氣夠了 他就自己就放這個必殺了 所以也沒有必要去點 好,那可能單純就是自己 自己的輸出太敵的關係 哎呀 竟然沒有名 最後一集是我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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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看一下我的貢獻 6.52% 哎呀,也不高啊 不高 哎呀,沒有名耶 怎麼都沒有名 沒有名耶 我看一下排行榜好了 看一下排行榜 是不是差一點點還是真的 真的沒有名 很後面 哎呀 其實齁 這真的就差那一點點啊 差那一點點 15.5萬 哎唷 前幾名感覺都是軍師耶 軍師的話有攻速法 還有 如果又吞全陣的話 一定會贏我們的 嗯 好吧,沒辦法 沒辦法 就是還沒有錢 吞全陣 然後統好目前 也沒有這個 就是冰神術 所以會比較吃虧一點 OK的 沒事的 開一下這個包包好了 開一下剛剛的這個 兩個包包 天降學祖包 看有什麼包 31% 嗯,賣賞店 哎呀,收魂令 惡鬼之陣 好啦 還可以接受 看一下我的貢獻 有沒有稍微多了一點 看一下喔 1360 哎呀 還是有點低耶 交代不太過去 好吧,那待會再去解一下 這個惡鬼之陣的任務好了 OK,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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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